马太福音第五章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涅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味 怎能叫它再闲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城造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 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莫想我来 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 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化 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所以 无论何人 废掉这诫命中 最小的一条 有教训人这样做 他在天国 要称为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 遵行这诫命 有教训人遵行 他在天国 要称为大的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若不胜于文士 和法利塞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你们听见 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 不可杀人 又说 凡杀人的 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怒的 难免受审判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 难免工会的审断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 难免地狱的火 所以 你在祭坛上 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 向你怀愿 就把礼物 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你同告你的对头 还在路上 就赶紧与他和惜 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 审判官交付牙役 你就下在监里了 我实在告诉你 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 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 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 叫你跌倒 就弯出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 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又有话说 人若修妻 就当给他修书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修妻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叫他做淫妇了 人若娶着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了 你们又听见 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 不可背试 所起的事 总要向主谨守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什么事都不可起 不可指着天起事 因为天 是神的座位 不可指着地起事 因为地 是他的脚凳 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事 因为耶路撒冷 是大军的京城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事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 变黑变白了 你们的话 是 就说是 不是 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 也转过来 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礼仪 连外衣 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 就给他 有向你借贷的 不可推辞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邻舍 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 祷告 这样 就可以做你们 天父的儿子 因为 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单爱 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 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请 你弟兄的安 比人有什么长处呢 就是外邦人 不也是这样行吗 所以 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 完全一样 我可以称为他 有什么好想要 你怎么做 你有什么好想要 我可以称为你 第二个想要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